大家好,今天做一个公共视频,本来这周五都不准备做个公共视频了啊 但是最近呢Andy从这个会员视频里啊收到了一些这个提问啊,PayPal的一些问题啊 我感觉非常好 所以这个做一个公共视频呢 第一也是这个给会员们听听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 比较重要 但是呢 跟这个细节操作呢 直接关联度不大 但是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想说说 什么叫做这个多头和这个空头 和所谓的这个长线和短线 长周期和短周期的操作 这点我认为呢 是当下这个市场 包括每位投资者 必须要分清楚的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 是你制定任何策略 必须要先有这一点 然后才能提到它之后 你比如说你对这个市场 你对这个法国市场怎么看 德国市场怎么看 或者是日本市场怎么看 我是多头 我是空头 或者是我看什么 就那么回事 这是不同的观点 其实就说成多空 咱们用这个 用NASDA来说 因为NASDA呢 它走的呢 它这个五个月走了五个连羊 咱从那个daily上看的 它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市场出现了调整 这说啊 它这么走啊 这是它走上去的 如果这市场啊 出现了调整啊 不管它往下跌啊 它怎么跌 怎么跌 怎么跌 你之后啊 用绿线画一下 你都认为 它还会继续创出新高来 并且还会继续往上涨 这个继续往上涨 它的这个截止点在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用新高来定 我认为 你认为这个市场 还会继续创出新高来 不管它调几波下来之后 其实你就是一个多头 我就说 这个就是你是一个多头 这个多头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多头直接影响到你的 这个投资策略和你的这个仓位管理 所以像有些人多头的情况下 他对待这个调整啊 他就可以是一直买入 并且是每逢调整 他都要买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是多头 有些人说 我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我看好XXX这家公司 然后我就觉得XXX会涨一辈子 或者是我觉得他现在100块钱 他以后肯定上1万块钱 我并且想用我这一生 像巴菲特一样 去持有这家公司 那就是一个多头 可以叫做一个死多 那就是每回下跌 你都要买入 第一回下跌 你可能把你所有的钱买了 第二回下跌 你比如说这个红线 咱们在这继续的画一下 第二次他可能一震荡 就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这一震荡 继续往下跌 你第二次就是 把你们家房子卖了买 然后他有可能这一震荡 在这继续往下跌 然后你就借钱买 或者就是你把所有的钱都 反正不管你怎么去筹资买 然后他继续跌 就等于说从这个月K线也好 从哪也好 不管是怎么回事 他这一反抽或者一横 他继续往下跌 你就继续买 然后你总体的仓位保持不变 就是从这个刚开始 可能你所有的资金就是100股 到最后就变成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你的股数不停的随的时间 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增加 这就叫多头 巴菲特就是这么做 我想告诉大家一下 这种策略 就说是这种叫多头 就是说你不考虑 你根本就不care他调整 包括经济周期 包括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任何的变化 因为是什么 你就是死多你认为他这个东西 从100块钱能涨到1万块钱 你不确定他在哪次调整下来 用紫线跟大家画一下 你不确定之后 你看我的绿线 你会想 你会认为他在这 在这个红头 他可能起来涨 他之后就不可能下跌了 或者跌不过这个低点 或者从这个地方 紫线 他都能继续的往上涨 都能继续往上涨 甚至于从这个地方都能继续往上涨 创出新纲来 这叫多头 你之所以会始终进场买入 就是说这个东西太好了 就像LV这个包打折一样 他打八折我就开始买 他打五折我就买 他打两折我借钱买 他到最后那个 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时候 甚至于他那个比那个一般的包还便宜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付出一切 甚至于借高利贷去买 为什么 我就认为他之后 就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稀少的一个物品 这叫多头 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我认为有一个朋友问我这一点 问的非常好 让我给大家讲一下空头 空头是什么呢 他过去以后 每次的进场 他都会保持一致 或者甚至比前一次会更少 你比如说我第一次下跌买入 从这 咱说这个 刀凶子开始在这跌 这一跌下来 我可能在这一反抽 我就走了 之后他再往下跌 我可能一反抽 我又走 他再往下跌 我一反抽 我又走 我每回买入 只会比刚开始买的一百股少 他不会比他多 因为我越用资金越少 越用资金越少 越用资金越少 甚至于我就是以卖为主 我不会就说 我要是重仓持有 在这个地方下来一反抽 在这个地方 我就卖了百分之八十仓位 下来一反抽 我就可能就清长了 因为我认为这个市场会形成啊 就是说 看我这黄线 他就是不停的跌啊 不停的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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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任何的反抽都会下跌 都会下跌 再创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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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所有的逻辑性啊 其实就是在于一个啊 他这个方向啊 感和多头的方向感啊 是截然不同的 他不会有这种啊 哎 这一反抽啊 就是一下跌之后 一反抽还可以上去啊 如果你这个人是认为 他可以再上去 那你就是个多头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会员视频里 已经说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啊 所以很多会员看我的这个视频啊 一定要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我的思路 一定要有一个background的 一个这个最真实的想法啊 我在这不表达 因为这是给光给会员说的一个事情啊 我的思路不表达啊 在会员视频里 大家可以听一下 所以在这有听众啊 来来这个所谓问的问问题 或者是有些人想现在的思路啊 你如果认为啊 这个纳斯达克他这么下跌啊 我就直线化了啊 因为他不会啊 他是以波动的啊 他不管跌啊 跌到这 你就认为可能就能买入啊 并且是认为他能创新高的啊 你买入认为他创新高啊 那就叫多头 就那么简单啊 你买入之后 你不认为他创新高 你只是做个价差啊 那可能就叫做价差啊 他不叫多头啊 甚至于反弹上来你加空单啊 那就叫空筒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所以他一次一次的这样啊 像黄线这么走啊 不管走怎么回事 你到最后都认为啊 他会在任何的一个低点呢 形成一个底部之后啊 趋势发生扭转 趋势发生扭转是什么 他就能创出新高来 就是趋势发生扭转 就是那么简单啊 所以现在我认为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市场走了五个月的单边市啊 很多人这个多头空头 现在已经分不清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啊 因为市场这五个月里天天打你脸 告诉你啊 这个你就应该买入 你不买你就是赔钱 其实在这个五个月里 我们会员视频啊 是最早的啊 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会员的视频 这是我会员视频的分类 最最早的就是在这个四月底的时候 我就是20%投资收益啊 那时候最最开始说啊 投资组合和投资收益啊 在五月份必须要实现啊 然后很快的在4月28号 这可能在4月20 20号出头啊 然后4月28号就出仓位管理 和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金的管理 交易节奏啊 然后多角度分析 一个角度获利 在这里都是说个股 再往五月份之上的 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多头思维啊 就打4月底 5月初一来 我始终一路是在加仓 你别管我在买在高点上了 还是买在低点上了 我今天是做大科技 还是明天做了半导体 但是我这一路上 我始终是在买买买买买买 任何市场对我的下跌的调整 所谓的我都把它当成机会 这就是叫多头 啊 听好了 这就到多头啊 只是说我买多买少的问题 不存在于啊 我把我的仓位清掉的问题 啊 因为我认为之后还是会有高点 还是会有高点 还是会有高点啊 这就是一个多头的思维啊 事实回头 这一个月 这5个月回头看 安地的这个策略啊 做的是正确的 就是那么简单啊 就像前期啊 我这跑这一波做空啊 这跌一半之后再往下 不进场继续空啊 就是那么简单 到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啊 呃 我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多头啊 因为这个多头挺奇怪 现在啊 因为5个月的这个多头的走势啊 让很多人啊 就把这个空头走势给忘了啊 大家认为好像 有的时候有点迷糊啊 就说 是不是跌下来就买到最后就能赚钱啊 其实现在市场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多头 你其实现在都没必要检仓 因为是什么 因为可能你也不是满仓 或者你是在一波大的牛市中 你如果不融资不卖了房 融了资借了款进入市场 那可能都叫一次投资的失败啊 这要是从严格意义上的资金使用率上 角度这个角度上来说啊 你可能都是一次失败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 大家不要忘了啊 我在这个会员 呃 会员视频里啊 说的一些事情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是 你现在衡量这个市场啊 首先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五个月的时间啊 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时间 之间的关系啊 十年二十年 我就不要再说了多的啊 就是说 有的时候天热了 过了几个月会认为啊 这个天总是那么热啊 包括西雅图啊 最近也是很热啊 热的 我就是感觉 哎呦 这来西雅图啊 这夏天都说不是特别热 这回热的我 都要装空调了 哈哈哈哈 就是那么简单啊 呃 但是我又冷静想想啊 或许这热只是这个突发的一次事件啊 可能明年呢 也也不会那么高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不是一个这个多头思维啊 因为你 你认为可能明年最高的温度 没有你今年的高啊 我今年也就是买了几个这个 能能治冷的电扇啊 就是这么个回事啊 就是说你认为你还没有啊 这就是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啊 这就叫一个多头思维啊 如果大家要在这个地方采取这个清仓 或者是减仓空仓的啊 我认为它肯定是偏向于空头思维啊 就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还是一个多头思维的人 我认为 你就应该秉持的一种啊 任何下跌都是机会啊 就是那么简单啊 我想说一下 好像是个多头思维啊 和空头思维 因为这一点比较重要 我认为很多人可能通过这几个月之后呢 对这个市场都发生了这个根本性的变化了啊 包括这个GDP啊 宏观面啊 公司面这些东西啊 包括现在的好多这个牛票啊 也是非常的强啊 我在这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天天的五卧七月八的涨啊 给人大家一种感觉 好像今天没买就得后悔啊 就得给自己来两下的这感觉啊 这很符合我之前说的啊 这个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八月份是最后的进场机会啊 就是那么简单 八月份进场还是可以赚到钱的啊 现在是八月还差一周啊 八月底啊 基本也反映出来我们对市场的预期啊 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今天说了一下啊 空头和多头啊 你得分清自己是空头和多头 然后你这个策略啊 选项啊才会有地方失的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此时此刻的当下啊 大家很少会反过来想 如果这市场跌了一轮 再跌一轮 再跌一轮会怎样啊 或者有些人认为可能或许不会发生了啊 就是那么简单 今天的这个公共视频啊 就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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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